哈喽 大家我是阿乐 今天就不聊荷兰生活了 想跟大家做个今年的阅读总结 推荐几本书 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吧 我从16年开始做阅读总结 今年是第6年了 但也是第一次用视频的形式分享 今年就是主要有两个新的认识吧 第一个是我是最近才愿意承认 看书算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因为以前就听人说 没有爱好的人才会把 看电影 听音乐 看书作为是兴趣爱好 看书跟攀岩 射箭 滑雪 骑马 比较起来好像多少没有个性 就看得出来我以前也是挺受 一些文章啊 所影响 然后有自我怀疑的一个人嘛 但其实从定义上来说 兴趣爱好就是 空闲的时间用来自我享受 自我满足的一个活动 也没有功利心 仅仅是因为你能从中享受到乐趣 这样一件事 那其实阅读对于我来说 就是这么一件事 所以我其实没有阅读习惯 就没有说每天要花固定的时间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来看书 没有的 也没有必读的书单 就完全很随性 就看自己兴趣爱好 看当时的心情适合看什么书 就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就也愿意 一边晒太阳然后看点书 对我来说就很惬意 然后现在拍视频了嘛 就也还是挺容易就受数据的影响 就是经常会去刷手机 看一下有多少点赞了多少观看了有多少 当我发现自己比较容易沉迷在这件事情 然后比较浮躁的时候呢 我也会强迫自己去看书 切换一个比较平和一点的环境 所以就我真的觉得看书是一件 很性价比高的兴趣爱好 就不需要花多少钱 也不需要谁的陪伴 就一个人想看就看了 不需要说找伙伴一起要打球是吧 就一个人就可以把时间变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第二个呢就是我是今年才慢慢的 总结出自己喜欢看的书的类型 就是哲学和小说 我虽然没有固定的阅读时间也不强迫自己 一定要看什么榜单推荐啊 但是有给自己设置一个硬指标 就是一年要不少于24本 因为我并不是每本书我都会看完 看不下去了我就丢在一边换一本 那有些可能不适合当时的心情 有些是真的很无聊 反正我就不想继续看了 所以就是你看我也是到了30家 才慢慢有自己的偏好 才慢慢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就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喜欢看书 看不进去就很困难 盯着字很困难 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书的类型 那比如我最近就发觉效率类啊 工具类的书对我来说 就是跟产品说明书一样 就是你不会闲着无聊去看说明书 但如果你遇到问题了 比如说睡眠不好的 就看一些睡眠相关的书 那肠道不好的 可以看一些肠道相关的专业书 还有这样有拖延症的 也可以去看拖延心理学 怎么养成习惯的 也有养成习惯的心理学 遇到问题了 然后跟着书上去实践一番 就说明书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 有它的价值 就如果你不亲自去实践书上的道理 就看了就跟没看一样 就时间花下去 还不如小说来的有趣 就对我来说啊 就通过小说这种平行时空的去体验 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生 有内向的外向的 就把自己带入其中 经过五百世的轮回 就我们得以参透 众生和自我之间的一个差异 然后在现实的生活中呢 更加充满同理心 更加感恩理解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也是乔治马丁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 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 那以上算是我过去这一年的阅读总结 算是给自己的总结 那我就在想啊 你能在这个视频中收获什么呢 我能给你提供什么呢 我想一想就是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呢 不要听从别人的建议 看出这件事就无外乎就是一个有目的的阅读 一个是无目的的阅读 无目的的阅读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打发时间 但如果你有自己的喜好 能够一个人专注上几个小时的活动 不是刷手机找短暂的快感的那种 而是真的能够享受独处的 能够专注上比如说画画练琴啊 这是不是读书真的无所谓 就不用强迫自己 一定要养成看书的习惯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不擅长琴棋书画 就阅读是最简单 最便宜的 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时间的活动 可以享受独处的一个活动 那实践起来也非常简单 就是找你喜欢看的类型的书 就不要听从别人的建议 不要觉得经典名著一定是好的 因为喜好本身就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年轻啊 侦探啊 历史啊 人物传记啊 或者又满足一些窥探欲啊 就看那种瑟瑟的 露骨的瑟瑟的文学啊 乱伦啊 就任何题材都有很好的作品 只是你没有去找而已 就我是不相信 没有你感兴趣的书的类型 那第二个有目的的阅读呢 主要就是为了获取知识 为了改善和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这个确实需要花点时间去培养 但一样就是也有别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可以去旅行看不同的风景 可以去社交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去认真的生活 真的去热爱 一花一木 为什么一定要是读书呢 就不要听信别人的建议说成功人士都热爱阅读 我想说我们90%的概率一辈子都是平凡普通人 你读的书并不会让你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 不会让你功成名就 它就只能让你对自己的人生就更有掌控感 去接纳自己平凡而普通的 但就是你要知道 当你遇到人生问题的时候 无法解决的时候 不妨去看看书 书里总是会有答案的 而且我相信只要你是向善的人 热爱生活的人 只有一天你是会心甘情愿的去阅读 容姬四可的去阅读 并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 或者别人说了什么 而是你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 人生历练 慢慢懂得了一些什么 就有些人找 有些人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该玩的时候玩 该看书的时候看书 就不用去后悔 我没有早一点读书 其实任何时候开始都是一件好事 永远没有后悔的经历 所有的经历都会让你成为现在的你自己 所以就期待有一天看到你的评论说 哎呀我也说不上读书有什么好处 好像真的没什么用啊 但就是觉得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对啊 当然既然我说阅读这件事情 不要听从别人的建议 那我刚的建议也不需要当真 所以我还是正儿八经的推荐几本 过去这一年看过的对我来说 真的值得一读的书 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书 就给到我有很多思考和启发 就是这一本流浪者之歌 这有个翻译的版本叫西达多 如果你想看的话 就还是推荐看西达多这个版本 都说这个版本翻译的更加流畅一点 那因为我看的是这本流浪者之歌 那我待会引用的话 也会引用这里面的词句 当然我第二遍第三遍再看的时候 肯定也会去看这个西达多的这个版本 他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讲的 就是一个印度的贵族青年 去寻求自我的一个过程 从一开始做苦行生 到后面听大师佛陀的讲座 他都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没有跟着大师佛陀去修行 而是还俗了 就去到城市间追求美人财富和名望 就尽情的享受人间 想去挥霍赌博众欲 就是人间的悲欢离合呢 他都有体验 但是最后呢 他还是得到了智慧 然后回到一条大河做百度人 那这条河呢 也是他最开始还俗的时候 经过的那条河 就多多转转又回到了起点 但是正是他过去还俗的这段经历 让他真正的领悟到了真理 对比的看他的朋友葛文达 其实就在听了大师的讲座之后呢 就是跟随着大师一起修行呢 但是很多年过去 他依然 他依然就是充满了困惑 他就问希达多 那希达多呢 就回答他说 真挚是无法延宣的 智者尝试言传的那种智慧 听起来难免令人感到愚蠢 知识可以言传 但智慧不然 一个人可以发现智慧 可以过智慧的生活 可因得到智慧而强化 可以运用智慧行使奇迹 但要说是传授智慧 那是办不到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智慧是一种实践 它是一种践行 它不能靠接受教育 就能够获得 那佛陀他当然是智慧的 他是通过自己的修行 参悟到了真理 你去向他学习 但你没有自己的经历 你是永远无法领会 你没有体会过欲望 没有拿起来过 又怎么谈放下呢 比如沙丘里的保罗就威胁皇帝 他能够摧毁香料 就你有能力摧毁他 有能力支配他 你才是真正的拥有他 另外像一个人的德行 道德 人生的意义 其实都是一样 就都是一种践行 包括像陈家印的这本 《何为良好生活》 《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其实也是在说实践的力量 就知行要合一 所以希达多看似 就是回到了起点 但是他所做的 他所经历的 人间世俗的经历 它都是有意义的 正是因为那些经历 才成就了他 现在的这个自己 在苏本华这本 《人生的智慧》里 就提到 所有的快乐 其本质都是否定的 而痛苦的本质 却是肯定的 我们生活的关系 应该尽可能的简单 甚至单调的生活 只要不至于产生物料 都会有助于 增进我们的幸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一生不要去追求快乐和幸福 而是要尽量的去避免痛苦 就为了减少痛苦 就尽量的克制欲望 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关系 比较好理解的就是 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里面提到 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 那苏本华的哲学家就是认为去减少人际关系 减少痛苦 来获得平静而幸福的一生 但同样是德国的哲学家 黑赛 也就是这本西达多的作者 我觉得他最后其实是有赞美 人间的烟火气 就肯定了西达多这段 在人间的经历 这本书我是七月份的时候看的 就看完之后 我看一些电影 一些另一些书 就总是会不经意的想到这本书 不经意的去思考 就这样的书就会让我觉得 它能够就久久的回想 在你的脑海中的书 就真的是一本好书 想着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跟大家推荐 就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看一看 不同的年龄层 可能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西达多 少年的 中年的 老年的 还有一个点 就我觉得很神奇的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西达多他在还俗的时候 是身无分文的一个小人物 但最后获得了成功 他就仅凭借着三件本事 思考 等待 断食 那富商就好笑啊 就说你这算什么本事啊 有什么用 那西达多就跟他举例说断食 那一个人如果饿了的话 他不会断食 他就被逼着去工作 他会有求于你 他不求你呢 他也会求别人 因为饥饿是很难忍受的 但西达多说我会断食 我可以不慌不忙的等待 他不至烦躁不安 他不缺什么 他可以挥去饥饿 久久相安无事 且能以一笑置之 啥意思 就是忍 忍受饥饿 忍受人作为人最基础的一些 生理需求 这就是断食的意义 等待的话我理解就是对精神需求的一种忍耐 不被欲望所驱使 不被欲望所左右 不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 而焦躁不安 做到这两点 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思考 和指引方向 像灯塔一样的存在 学会这三点 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到的事 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我就觉得很神奇 书中是这么写的 奇达多一旦有了一个目的 有了一个目标 他就会无为而为 他可以等待 可以思索 可以断食 只管透过人间的事物 就像石头穿过水中一样 不用庸人自扰 他只要顺应引力法则 让他自动承诺即可 他只是让他的目标吸引着他 因为他根本不容许 与此目标被倒持的东西进入他的心底 忍耐 无为而为 就有没有感觉很熟悉 就确实 黑赛 他是有研究很多中国和中国和印度的哲学思想 就来自东方的智慧 就这种东西方文化结合所碰撞的产物 我就会觉得很迷人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比较传统 然后观念也比较老旧 就会 那以上的话 算是我对这本书的一部分理解 就分享给大家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在的话就抠个1 我觉得你真的不一般 你要说你不喜欢看书 我是不太信的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还有点意思 有点启发的话 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如果有任何想法 建议啊 问题啊 都欢迎留言讨论 最后就非常非常感谢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期待呢 下个视频也能和你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